被兰湛护在怀中,哄了许久,未应兴许才渐渐安定下来。 她心中酸楚,自母妃去后,再没有人会这么哄着她了。 她只能自己面对,母妃临终前告诉她,要照顾好自己,也照顾好安芝。 她一直记着,这些年,她是魏国太子,是东宫和严府所有人的支柱。 她不敢怕,也不能怕。 她知道,稍遗漏气,并有无数人等着拉她下位。 她不喜弄全之术,可为了在意的人,依旧卷进了魏国朝堂。 她曾经也稀记过,自己可以是要往谷中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。 可她终究不是,庄庄渐渐事情压长,未应忽然觉得好灰心。 她辜负了母妃所托。 她将安芝独自留在魏国,久久未归。 也不知道安芝现在到底如何,会不会再怨她这个兄长,言而无心。 还要为她忧心,她也负了蓝战。 利用在先,欺瞒在后。 如今,她被困在天朝,都是她自己种下的因果。 两滴青泪,无声滑落,堕于锦杯之间,很快消失不见。 蓝战一时,也乱了方寸。 失去魏英眼角泪痕,献献,泪眼迷蒙的魏英,看得人心都塌了一块。 阿湛,魏英强忍着鼻尖酸楚,我不走。 我求求你,就让我去看看安芝。 好不好,蓝战擦去她面甲上泪珠。 轻声道,好,只要你不哭就好。 将魏英拥入怀中,蓝战一身懊悔。 这些年,魏国的探子传回消息虽多,终归难以眠眠去到。 她叹口气,她一意将魏英留在自己身边,终归是忽略了鲜鲜的感受。 烛火重新熄灭,蓝战抱了魏英在自己身上。 二人面对面睡着,一时见没有困意。 轻轻抚着魏英的背,蓝战换挡,鲜鲜。 嗯,方才哭过,魏英态度有些不自然,好像在蓝战面前。 他总是格外软弱些。 为什么会这么怕狗? 沉默了一会儿,魏英道,小的时候,我被人用狗害过。 这一桩童年就是,他从未对人说起过。 那只畜生是丽贫所养,他身边的小内侍为救他而亡,母妃带着他去讨说法。 可丽贫一口咬定,这狗素性温顺,不会主动伤人。 话里话外之意,都是他招惹在先。 彼时,丽贫正得父王欢心,若犬已死,他又没真伤着。 他那位好父王,便准备大事化小。 小事化了,母妃却没有善罢甘休。 慧宫中没有王后,母妃亦贵妃之位。 首掌后宫大权,他素来宽人待下,此番却下令。 以看管不利,母害皇子的罪名,账毙了饲养恶犬的两名宫人。 而丽贫管教无方,罚奉三年,抄佛经百遍。 后宫激经,丽贫自然不服,在父王面前哭哭啼啼。 父王对母妃如此小题大做,以心怀不满,可母妃没有退让半步。 那时,她躲在围蔓后,看着母妃与父王争吵。 父王拂袖而去,从此以后,愈发冷落母妃。 母妃并不在意。 她背后又严加撑腰,父王不敢真奈何了她。 至于父王的宠爱,早已不在她眼中。 后来,新人入宫,丽贫见识父王欢心,被冷落在后宫之中。 母妃有意为难于她,况且丽贫平日交总,早已惹得多方不满。 丽贫用度被暗中恪扣。 服侍之人怠慢不已。 母妃又寻了机会,将丽贫错处,一并发落。 丽贫最后被父王废入冷宫,再难翻身。 至于她所作所为,也无人在意。 渐渐淹没于深宫之中,她知道,母妃本是个温厚贤良的女子。 在这后宫之中,硬起心肠,皆是为了她和安置。 母妃说过,她有两个儿子,无论如何,都不会让旁人伤他们半分。 而母妃走后,再没有人全心全意护着她了。 她只能藏起自己的软弱,不敢让任何人知晓。 这几年,她一个人熬着,真的好累,很少有像此刻这般安心的时候。 兰湛并未多言,静静听人述说。 身上之人呼吸渐渐平稳。 兰湛替卫英演好背脚,依旧抱了人在怀中。 吻了吻卫英的眼睛,兰湛轻声道, 线线,别怕,你有我了。 陈夕危险,遇到了兰湛灌常起身的时辰。 剑里间,吱吱没有动静,总管吃出再三。 轻手轻脚入内,立于屏风前,低声唤道。 陛下,今日可要去内阁。 兰湛的声音自杖内传来,不必了,将碾胶撤去吧。 踏上,卫英仍安静睡着。 她的手攥着兰湛的衣摆,睡得安稳。 兰湛偏头看她,心底一片柔软。 她很喜欢卫英全身心信赖自己的感觉。 波鲁波为婴额浅的碎发。 兰湛又吩咐道, 去命内阁你一道旨意, 赵陵卫国九皇子,入天朝为之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